马克思一生有两大发现 一个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角度来说 叫做历史唯物主义 一个是政治经济学部分的剩余价值学说 在整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当中 第四章的内容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容 历史唯物主义 就像那第四章那打标题我说的 历史唯物主义是干什么的呢 是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 想一想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 历史观 那有人类产生以来有几种历史观呢 难道只有历史唯物主义 那其实我说到这儿 大家知道有人类产生以来 历史观有两种 一种是历史唯心主义 又叫唯心史观 另外一个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坚持的历史唯物主义 又叫唯物史观 你发现 当我一进入到历史观这样一个层面 两种历史观 人类社会产生以来就两种历史观 我就会把唯心史观放在前头 把唯物史观放在后面 为什么 因为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产生之前 在历史观上全部都是唯心史观 它是带有顺序性的 就是人类历史先怎么认识的 后怎么认识的 我就要以这样一种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顺序表现出来 当我们再讲到历史观的时候 我第一个我就要讲两种历史观区分的标准 就是我们唯心史观那一块要介绍的 历史观的基本问题 唯心史观的根本缺陷 唯物史观创立的意义 和唯物史观 一进入到唯物史观 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 我讲几个大问题呢 我讲五个大问题 第一个 讲人类社会的产生 大家知道 人和谁是一对呢 人和动物是一对 那人类社会和谁是一对呢 和自然界是一对 那谁把自然界人类社会分化统一起来的呢 大家说实践 没错 那个就是我要讲的人类社会的产生 当有了人 有了人的实践 把人和动物区分开来 夭制着人类社会的产生以后 就意味着 人类社会的构成 就是第二个 结构 人类社会几大结构呢 三大结构 我后面会讲到具体内容 结构以后 叫形态 大家想一想 人类社会的基本形态什么意思 形态就是纵向的 比如我们说 原始社会 奴隶社会 封建资本主义 社会 国态主义 没错 那叫基本形态 就在不同的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状态 人类社会 从原始社会到奴隶到封建社会 资本主义社会 它是不是一个自然然的过程 说到了1640年英国发生工业革命 于是世界历史进入近代 进入资本主义革命 不是 它必须有动力 就是第四个 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系统 我用的是动力系统 就意味着说 人类社会肯定不是一个动力 它要一个动力 我就不用讲系统了 我讲几大动力呢 五大动力 什么根本动力 直接动力 杠杆坐火车头 什么什么 你得琢磨 途径手的 你得给我对应上 哪五大动力系统 到这 我都没有讲什么 人类社会 人在社会历史发展中什么作用 我都没有讲 显然 你不讲人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 那整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大前提就没有了 所以最后一个问题 我要讲 人的本质 即人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 人的本质 就是给人下一个定义 什么是人 那人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 大家都知道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一定就是我们最后一个大问题讲 关于人类社会 历史唯物主义发展 最一般规律 就是从五个角度去理解呢 不需要死机影背 不需要死机影背 其实我可以给你一个形象的比喻 还记得我上一次讲认识论的时候 我怎么说的呢 我说我们要干一座认识论大厦 第一件事要打地基 打地基以后我要起名字 起名字以后我要什么呢 我要盖 起点呀 过程啊 最后结果 我得给它盖成了 那小人认识了 那人类社会 这五个它是顺着一个什么思路呢 其实我们做个形象的比喻 一个人从出生到我们讲生和死是贯穿人生的那么一个主要最基本的矛盾 非常像 小孩出生得有条件吧 嗯 小孩出生以后 你觉得家长最关心的是什么 所以家长是不是关心男孩女孩 我告诉你 绝对不是 家长一定会关心 啊 问那胡适 刚出生 哎 快帮我看看 他是五个手指还是六个手指 我给他翻译过来 这叫什么 这叫结构 头部四肢去干 从外观上一看 不多不少 哎 这叫结构 你觉得小孩出生以后都正常 你家长下一句特爱说的一句话是什么 哟 这小孩什么时候才能长大呀 你看你们上幼儿园的时候 没上幼儿园的时候 家长说哎呀 上那幼儿园就好了 但你上了幼儿园 家长说什么 哎 上小学就好了 你现在都上大学了 你看家长说什么 哎呀 结婚工作就好 其实我说到这 大家知道 那叫什么 那叫形态 就是我们说的 一个小孩婴儿幼儿青年中年老年 没错 那叫形态 但一个小孩从小到大 他不是一个大自然当中自然然的吧 他就都有动力 有家长的照顾 老师的教育 包括朋友的鼓励 你看这叫动力 那最后一个 你觉得你未来能成才吗 你看我们经常说 人比人气死人 也就是说 小孩能不能成才 那叫不同的人 在社会发展起的作用不同 有人我们觉得这个人很成功 那个人不那么成功 那这就是我们最后一个问题 哎 一个人其实和人类社会 他的这样的角度 非常接近 实在不能够知道 想象不出来 历史唯物理 讲什么呢 顺着这个思路做梦 啊 既然人类社会产生以来 就有两种历史观 我们第一个回答的就是两种历史观的区分标准 两种历史观的区分标准是什么 是历史观的基本问题 那我第一个我要讲的第59题就是两种根本对立的社会历史观 唯物唯心史观的对立 他怎么的对立 对立表现他的一个区分 第一个我们给历史观下一个定义 历史观历史观就是人们对历史发展的根本看法和观点 记住 我们一说到历史 一定都指的是有人产生以后人类社会的历史 也就是说人类社会有了人才有历史 历史哲学的创始人维克的观点啊 只有有了人才有了真正的历史 作为社会历史观 他的基本问题是社会存在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 大家听到这句话是不是感觉挺熟悉的呀 告诉我什么叫哲学基本问题呢 大家说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有点像 好先放在这儿 我讲完59讲第60题的时候 我再把它稍微讲得详细一点 既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以前 全部都是维新史观 那我们就要去解读一下 维新史观有什么缺陷 就是59.2 我要讲 对维新史观而言叫缺陷 对维物史观而言叫优点 换句话说 59.2 我要讲什么 我要讲 两种历史观的对立 两种历史观的对立就意味着什么 就意味着整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容 换句话说 它有几个缺陷 历史唯物主义就围绕这样几个缺陷而展开的 它的相反的那一面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 几个缺陷呢 两大缺陷 第一个 以往的维新史观 仅仅考察了人们社会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 没有进一步追问 产生这些动机的物质原因 也就是说 作为思想动机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社会意识 那物质原因就是社会存在 换一个表述 全部历史唯物主义第一个 我们要回答的问题就是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还是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历史观的基本问题 第二个 他们只看到了少数人的活动 而没有看到广大人民群众的作用 也就是说 少数人指的什么 指的少数英雄人物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第二个缺陷就是 谁在 谁是历史的创造者 我说完这句话 你应该知道 全部历史唯物主义 全部都是围绕这两个原理展开的 第一 社会存在 社会意识 谁决定谁 第二 谁是历史的创造者 这叫 唯心史观的缺陷 对唯物史观而言 就是相反的 它就是一个展开 作为唯物史观 历史唯物主义 创立 当然具有非常伟大的意义 为什么 因为它在这之前 历史观上 全部都是唯心史观 也就是说 它是马克思一生中的两大发现之一 就是马克思的奠定 马克思成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 或者说影响在人类历史当中 成为伟大的理论家历史地位的 就是在这个两大发现 所以它一定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地位和重要意义 作为唯物史观创立的意义 我们一般会讲几点呢 我们会讲三点意义 第一点 它科学的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本质和一般规律 把唯心主义赶出了最后的避难所 唯心主义到底有几个避难所啊 为什么叫最后的避难所 那我告诉你 唯心主义就俩避难所 一个就是自然观的 一个就是历史观的 相比较而言 历史观上坚持唯物主义和历史观上坚持唯物主义 哪个更难呢 那一定是历史观坚持唯物主义更难 为什么 历史观历史观 人类历史 一有人 人有意识 所以人们往往把人的意识作为归根结底的原因 这就是为什么 在自然观上 古希腊就有水石世界的本源 它就有唯物主义 但是在历史观上 一直到了19世纪40年代 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时候才第一次产生 因为一定是当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 我们可以从唯物主义的角度揭示出历史观才可能诞生 不是由人决定 而是由社会发展的程度水平决定 历史唯物主义的第二个意义诞生的伟大意义 它为各种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方针 我强调的是为各种社会科学研究 你不能告诉我为全部科学研究 它对自然科学的研究没有什么直接的意义 因为它是研究人类社会的 第三为无产地提供了科学的历史观 那么既然已经讲到 两种历史观就两大根本分歧 所以整个历史观的基本内容 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内容 一定是从社会存在 社会意识积极变成关系来展开来切入 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变成关系 二者的关系是历史观的基本问题 那谁是哲学的基本问题呢 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是哲学的基本问题 哲学的基本问题放到历史观上 具体表现为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 也就是说 如果我问你什么是唯物主义 你不能告诉我说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你就必须告诉我物质决定意识 或者存在是第一性的 那叫唯物主义 像一样 意思类推 那个哲学基本问题是普遍 当它放到历史观上 就要具体表现为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 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区分 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的唯一标准 也就是说 一进入到人类社会 其实社会领域当中的任何一个概念 我前面都可以叫上社会 比如说 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哲学的基本问题 那放到社会上 就得叫社会存在 社会意识 你看都是对 比如我后面会讲到生产力生产关系 我就得叫社会生产力 社会生产关系 也就是说 在自然观上是没有生产力而言的 好 既然我们要讲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 我先要讲什么是社会存在 以及社会存在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那么就是60.1我要回答的问题 好 第一个 我们要给社会存在下一个定义 这是一个超一流概念 如果我们对历史唯物主义 作为你们应试来讲 我给个提示的话 历史唯物主义特别爱考什么呢 特别爱考两个东西 或者叫两个类型 第一特别爱考定义 一个定义 它可以考成单选和多选 多选就是二分 所以在历史唯物主义定义当中 凡是我也说是超一流概念 要给予充分关注 另外一个考点 另外一个考试形式 就是我们说的选择 就是考原理 就是理解 要求理解的程度还是比较高的 如果我用一句话去概括历史唯物主义 有没有这一年说历史唯物主义一分都不考 我告诉你 从来没有 就是单选多选分析题都有可能 而且一个单选一个多选三分的概率极高 所以我后面一说到它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超一流概念 必须要非常清楚 既然历史唯物主义的概念属于特别爱考的 那你就得知道它会怎么考 我就以社会存在为例 好 看一眼 第一个 60.1当中第一个 社会存在的定义 社会存在 是指社会生活的物质方面 是社会实践和物质生活 各种条件的综合 这两句话叫什么呢 这两句话是社会存在的本质内涵 社会生活物质方面 实践物质生活条件的综合 这叫社会存在的本质内涵 第二句 包括地理环境人口要素和生产方式 这三句话是构成要素 我们也可以说外言 构成要素 最后一句 主要是指 其中主要是指物质资料生产方式 我给一个提示 历史维物主义 一考的概念 往往它是从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 本质内涵 第二个层次 就是我们说的构成要素 第三个层次 在三个或者更多的构成要素当中 有没有一个核心要素 如果有 这个核心要素是什么 它是标准的考虑 所以社会存在这种定义 它就是一个很标准的历史维物理的考虑 好 我考一个举个例子 你体会一下 就是老师为什么要从三个层面去给你提示 你要怎么去揭示这个概念 曾经就这么考过一个 如果我这么考你 我举个例子 四个选项不变 我只换题杆 人类社会的物质性指的是 人类社会的物质性 A社会存在 B地理环境 C人口因素 D生产方式 这是第一种问法 人类社会的物质性 第二种问法 人类社会物质性最突出的表现是 人类社会物质性最突出的表现 A社会存在 B地理环境 C人口因素 D生产方式 这两个的答案是不同的 第一个答案 人类社会物质性的表现是 指的是社会存在 我一加上人类社会物质性最突出的表现 答案就要变成生产方式 你看他就是这样去考虑 所以我不管哪个角度去表现社会存在 你都要脱口出 这样才可以达到规定的 既然社会存在是由三要素组成 生产方式是最主要的 那我就要问了 为什么生产方式是最主要的 地理环境人口要素 为什么就不是主要的呢 因为这三要素 在社会存在产生发展过程中的地位作用不同 谁起决定中 谁就是主要的 那代说生产方式起决定中 没错 非常正确 那地理环境 人口因素起不起作用呢 当然起 就是我们下一个要稍微展开一点 地理环境是什么 地理环境的定义啊 不需要死经被 大致了解一下即可 地理环境 所有与大自然有关的 自然条件综合 那个叫地理环境 自然条件 想一想 不叫物质生活条件 物质生活条件的总和 那叫社会存在 当我一说自然条件 大家想一想什么叫自然条件 气候 土壤 河流 矿藏 动植物 对 这些都属于自然条件 人口 不用说了吧 人有数量 有质量 等等 影响社会存在和发展 为什么地理环境 人口因素 不起决定作用呢 我用一句话 概括 就是讲一讲这句话 地理环境 人口因素 都是社会存在发展的 必要前提 与基础 想一想 什么叫必要 这可不是我第一次讲 说到必要的意思 就意味着说 没有它不行的 就是没有地理环境 没有人口因素 人类社会既不能存在 不能产生 当然更不能发展 这叫必要前提 任何一个国家 如果我举个形象的例子 你体会一下 什么叫地理环境 人口因素 叫必要前提 你坐在这 告诉你们同学 你说我特想成立一个新的国家 我估计第一个 你们同学会一乐 脑子没进水吧 你说没有 开玩笑了 然后你说 我真的想成立一个国家 你觉得成立一个新的国家 具有什么样的必要前提 就有可能产生了 第一个一定得有块地吧 你看 你说我在大西洋小岛 买了一个小岛 你只要这样 你这一块地上 所有的地理环境 气候河流的框栋 都属于这个国家 第二个就 好 买了一块地 那下一句 我叫问你 人在哪吧 任何一个国家 不可能只有一个人 一定是一定数量质量的人口 基本你有了 这两个条件 差不多了 这叫必要前提 那么你有了这两个条件 是不是一个新的国家 就一定能诞生呢 不是 就是下一句 它还必须有什么 它还必须有生产方式 因为只有有了劳动 劳动方式 才真正标志着 人类社会的产生 所以社会存在 它是三要素 地理环境人口因素 必要前提 那么它不起决定作用 所以它 什么叫不起决定作用 不决定社会的产生 不决定社会的性质 不决定社会的发展 那就是不起决定作用 我就举一个例子 你就能理解 为什么地理环境 人口因素 不起决定作用 最典型的 如果我们按地理环境来说 中国的地理环境 优良中差 我如果这么问你的话 你说怎么着 也得是良以上 没错 日本的地理环境 肯定是差 但你发现 日本人家地理环境 那么烂 可是它成为发达国家 这就是很典型的 地理环境 不起决定作用的一个势力 那人口因素 不起决定作用 一样啊 中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 外面不是发达国家 你看 它不是人多人少 它不起决定作用 不决定这个国家 是发达国家 不取决于人口 取决于什么 就是生产方式 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 既然生产方式是决定力量 这个定义 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的定义 超一六概念 你看这么说 我就讲俩超一六概念了 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 简称生产方式就可以 是人们为了获取物质资料 而改造自然的劳动方式 把劳动方式寄死了 记住 什么叫劳动方式 改造自然的方式 我只要一出现劳动 大家知道 劳动是人和动物 最本质的两大区别之一 而且是最根本的 所以一有了劳动 才意味着人和动物区分开来 把人和动物区分开来之后 才有可能意味着 人类社会的产生 才把自然界 人类社会区分开来 劳动方式 要有两要素的统一 是生产力生产关系的 有机统一 他说这生产力哪来的 生产关系哪来的 那我告诉你 生产力哪来的 有了地理环境 有了人口因素 人要生存和发展 人就要改造自然 人改造自然的能力 就叫生产力 有了生产力 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 就叫生产关系 这个时候就意味着 生产方式诞生 就意味着 人类社会的诞生 就意味着 人类社会 生产方式 在社会发展当中 起决定性的作用 我把它稍微展开一点 用一个标准的数据 第一 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 产生存在发展的基础 这个基础是两个意思 既是把自然间 人类社会分化 统一起来的基础 既是分化的基础 又是统一起来的基础 第二 决定社会的结构 性质和面貌 这个性质 我点一下 它不是这个国家 是我们说的 意识形态的属性 是受理还是资本主义 经济属性 就是说 它是起决定作用的 还是起决定 这个性质是发达国家 还是发展中国家 那个叫经济性质 比如我们经常说 美国是发达国家 为什么 因为美国的生产方式水平高 至于谁来评价生产方式 我们后面来讲 第三 不仅决定性质面貌 还决定它的更替 一个国家 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 到封建社会 不是取决于人的心态 而是取决于生产方式 这个叫决定社会形态的发展 一进入到商品经济 一定是说生产方式决定 全部都是经济属性 谁和社会存在是一对呢 社会意识 如果按照我们刚才说的 社会存在是社会生活的物质方面 那社会意识就是社会生活的精神方面 是社会精神生活过程一切要素的综合 在社会意识这个定义当中啊 我后面加了一句话 主要是指包括政治法律道德宗教艺术学等等 在内各种社会意识形式 这句话出现在社会意识的构成上 出现在社会意识构成 好 看一眼 我的PPT和你们的讲义不太一样的 在哪 不太一样的 我用了一个逻辑结构的形式表现出来了 你们讲义都是一段一段的啊 如果我问你社会意识的构成 你告诉我 社会意识是由个人意识群体意识 社会心理社会意识形式 什么一二三 没这么说的 就跟我问你 人是由什么构成的 你告诉我 你不会这么回答我吧 人是由男人女人文盲知识分子构成的 显然在社会意识构成当中 依据不同的主体 依据不同的划分标准 社会意识的构成不同 那第一个 我们依据社会意识的主体 社会意识是由个人意识和群体意识构成的 想一想什么叫个人意识 个人就是一个人 你和我是两个不同的个体 我们对事物的认识不同 是由我们个人的社会实践 那个独有的反应 比如说 我说我很喜欢哲学 你说我最讨厌哲学了 那叫个人意识 对不对 我喜欢哲学是因为我学了这么多年 讲了这么多年 我知道它的魅力所在 你不理解也正常 就跟你的专业我不喜欢是一样的 当然也谈不上不喜欢 反正也不学 什么叫群体意识 群体意识就是 一定人群共同体 对同一个问题的认识 它可以大致相同 比如说 我讲个定语 中国人的家庭意识 美国人的家庭意识 你看这就是标准的群体意识 对应的不同 我们中国人的家庭认识 和美国人的家庭认识 是不同的 而且我们对很多问题都不同 我说个直白一点的 如果以后跟外国人打交道 你说话的时候 千万别拿我们中国人的那个思维方式 跟外国人打交道 因为我们中国人在社会意识表达 就是群体意识上 我们什么特点呢 我们比较隐晦 外国人比较喜欢直接了当 中国有句俗话 叫听话 听音 锣鼓 听声 那个余音 潜台词才是我真正要表达 但这个潜台词 外国人是听不出来的 你看 比如开这玩笑说 你们同学刚上大学的时候 又从浙江杭州来的 你说明年暑假 我去杭州玩 上有天堂嘛 下有苏杭是吧 你说我到杭州去玩 能不能给我找一个免费住的地方 同学说 明天暑假我回不回家 还不知道 你中国人一听就知道 晚句 你不会再继续问 你是七月份不回 还是八月份不回吧 要不信你去试一试 如果你去试一试的话 对外国人会说 对一个美国人说 他肯定下雨问你 你是七月份不回 还是八月份不回 你要回去告我一声 因为他听不出你晚句的意思 那我们中国人说话方式 为什么这样 这就是典型的 独有的中国社会实践的一个发言 那个叫群体意识 一个人独有的社会实践的场合 那就是个人意识 一群人呢 那就是群体意识 所以我们才会有 到一个地方去旅游 你要去了解 除了去看他优美风景 一定要了解那个国家的文化 那个国家的文化是什么 就是那个国家群体意识的发言 要按照他的一种习惯 比如说 我再说一个 你们大家可以知道 比如我们十二属性当中 龙是唯一的一个虚构 其实龙在我们中国当中 地位非常高 但是在国外 就是恶的一个象征 你看他就是一种群体意识 带来的 所以我们才会说 群体意识 个人意识 它的主意不同 第二个 它的划分标准 就不是主体 它是水平划分 水平层次 在各种社会意识形式 在各种 在社会意识构成当中 低水平的 叫社会心理 社会心理 它有什么低水平呢 有什么表现呢 什么良心呀 风俗习惯等等 这种都叫低水平 为什么低呀 那我告诉你 为什么低 因为它不系统 不定性 所以它就是低水平 不系统 不定性 它就是随时可以 我们讲叫做改变的 而且流动性 流变性非常突出的 我举个例子 风俗习惯 我们中国人过年 吃饺子 那你不吃怎么着了 你看北方吃饺子 南方就吃年糕 也行啊 这种风俗习惯的改变 那个你不能叫群体意识 它就是一个典型的社会心理当中的一个具体表现 所以对有些低水平的我们讲风俗习惯 你要按照它本意去理解它 而不要拓宽它 什么叫按本意去理解它 我举个好玩的 就是我们讲 你比如北京 你看那个婚姻习俗 中午12点之前举行婚礼呢 那就是 如果你下午举行 那就是二婚 你看它就是一个典型 你想到天津那么近 它就是正好实践相反 那你不遵守怎么着 不遵守 因为它以理论体系化形式 表现出来的 那么它都有什么表现呢 它有 政治思想法律道德 宗教艺术哲学 科学等等 那我说到这儿 回过来去看 那个社会意识的定义 主要是指 包括政治法律道德 这就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 在 个人意识 群体意识 在社会心理 社会意识形式当中 谁是社会意识的核心构成 我说了啊 本质内涵 构成 核心构成 谁是核心构成 高水平的社会意识形式 是核心构成 它是以理论体系化 构成的那个部分 政治思想 你发现 最后这一粒 基本都是按我们的学说 按我们的讲 基本都叫什么 就是我们说的 一级学科 就是政治法律 政治学 法律 伦理 道德就是伦理学 好 那我们说到这儿 还没完 你发现在 高水平的社会意识形式当中 我还有个箭头呢 在这儿啊 还有个箭头 然后后面出现了 社会意识形态 非社会意识形态 换句话说 你别看社会意识形态 是非社会意识形态 我放在最后 这个社会意识 一考这个概念 还比较典型的 爱考那个社会意识形态 它的主语 不是社会意识 而是各种社会意识形式当中 各种社会意识形式当中 凡是有阶级性的 凡是有阶级性的 我们叫社会意识形态 想一想 什么叫有阶级性 政治思想有阶级性 法律思想有阶级性 道德 宗教 艺术 哲学 都有阶级性 一到科学 这儿你不能告诉我 科学有阶级性吧 那你就得去细分 这个科学 自然科学 就没有阶级性 那我用个术语 自然科学 就是非社会意识形态 凡是有阶级性的 社会意识形式的构成 就叫社会意识形态 没有阶级性的 叫非社会意识形态 那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说 是不是所有的社会科学 都有阶级性呢 也不尽然 比如说少部分 有些逻辑学 语言学等等 这一块 你说难 不是很难 但比较繁琐 所以老师有一个 逻辑结构的形式 当我们说到 社会意识构成的时候 标准不同 构成组成的内容 就是它具体表现不同 而在进一步跨分来讲 在社会意识形式当中 有阶级性的 叫社会意识形态 没有阶级性的 叫非社会意识形态 我给一个提示 社会意识形态这个概念 大家多少关注一点 因为这是近几年的热词 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为代表的 对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 积极斗争 非常关注 所以你得知道 哪些属于社会意识形态里 中的具体表现 这样更容易准确的去把握 社会意识这个概念 好 讲完社会存在 社会意识 它的构成啊 包括社会存在的作用啊 社会意识的作用啊 那我还要讲 社会存在 社会意识的变成关系原理 这个原理是在历史唯物主义当中非常重要的原理 或者如果换一个表情 历史唯物主义我讲五大原理 这是第一个 必须要知道 社会存在是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综合 社会意识是社会精神生活方面的综合 所以物质决定意识 那我第一句话 一定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有什么样的社会存在就有什么样的社会意识 这叫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什么叫有什么样的社会存在就有什么样的社会意识啊 那如果我从社会意识的角度 叫社会意识是对社会存在的反应对吧 那社会意识反应什么呀 反应社会存在 我举一个例子啊 我举一个例子 刚才我们说了 社会意识最突出的表现是什么呢 是各种社会意识形式 在各种社会意识形式当中有一个艺术 他知道艺术啊 我也不知道你们看不看小说 如果我这么问你 粉碎四十八以后 第一个文学现象叫什么 我告诉你 叫伤痕文学 伤痕文学之后叫什么 叫改革文学 改革文学之后叫什么 叫知青文学 知青文学之后叫什么 叫留学生文学 留学生文学之后 我们现在比较流行的网络小说 大家说你发现前面我都是按什么来构成的呢 都是按主语 就是我们说的主题吧 按主题比如知青啊 改革啊 留学生文学啊 你看那留学生文学 北京人在纽约 上海人在东京 哈尔滨人在俄罗斯 你看多好玩啊 那为什么到了现在我用网络文学 其实换一个表述 网络是个美技 也就是说 在这之前我们中国没有网络的时候 那么它都是按主题来划分的 而有网络小说 先是在网络上流行 然后才变成一个知名度很高的 那也就是说 社会意识是对社会存在的反 你不觉得没有网络哪来的网络小说 这就是它的我们说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反应很突出的一个表现 对吧 如果我们说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这叫什么呢 这叫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既唯物又辩证 那除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社会意识还得怎么样呢 反作用于社会存在 就是我第二个要讲的 叫做社会意识具有相对独立性 我要讲辩证 辩证法在社会存在 社会意识关系中的具体表现 你发现我第一次使用相对独立性 所谓相对独立性 这是我最后一次问 相对就是有条件 也就是说社会意识的独立性 是有条件的 什么条件呢 在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前提下 这两 这句话 是相对独立性的相对 那什么叫独立性呢 就是后一句话 社会意识一旦产生 还具有自身的能动性 和独特的发展规律 这叫在社会存在 决定社会意识的前提下 社会意识一旦产生 具有自身的能动性 和独特的发展规律 这叫相对独立性 我解释这五个字 我说完这儿 有没有同学有一个疑问呢 你看我之前都讲 物质决定意识 意识对物质反作用 怎么一到 存在社会意识的时候 我就用相对独立性 我就不用反作用 告诉你 记住啊 我只在社会意识 对社会存在 具有相对独立性 因为它除了有反作用 还有其他表现 我才不能用反作用 我只能用相对独立性 我用一个新词 就是相对独立性 不止一个表现 那换句话说 物质决定意识 意识对物质 只有一个表现 反作用 我就直接用反作用 它就一个表现 我用什么相对独立性 对吧 那社会意识 对社会存在 具有相对独立性 几个表现呢 三个表现 其实我把这三个表现 给它说开了呀 具体表现 它是五个 好 大家看第一个 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 发展的不完全同步性 和不平衡性 你想一想 在汉语中 不完全同步性 什么叫同步啊 同步就是 你走我也走 那叫同步 那你不同步 你走了 我不走 或者你还没走 我走 那叫不同步 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 具有不完全同步性 就是说 社会意识可以超前 也可以落后于 社会存在的发展 超前就是社会意识 超前意识 遇见未来 落后就是社会存在发展的 但社会意识没有发展 没有形成与之相对应的 一个正确的反 那个叫落后 这叫不完全同步性 那什么叫不平衡性啊 其实大家知道 汉语当中啊 不平衡性啊 或者换个表说 马哲当中的不平衡性 大致说来 就会有两个表现 一个就是高低不平衡 你看我们讲 两个一样高 这叫平衡 一个高 一个低 这叫不平衡 第二个表现 就是主次 也可以叫不平衡 记得没记得 主要矛盾 次要矛盾 对也是一个不平衡 放在社会意识 社会存在发展不平衡性 它指的是高低不平衡 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很高 未必 它的社会意识 全部 与之平衡 那么 它的社会意识 经济发展水平高 社会意识 有可能是什么 是低 或者 高于 经济发达的国家 那个叫 就是 不平衡性 所以你发现 虽然我放到一句 不完全同步 不平衡性 但它实际上 是两个表现 不要说举个例子 什么叫 那个各自举个例子 先举那简单的 什么叫不平衡性 大家想一想 我们中国目前 经济发展不如美国 是不是我们所有的 社会意识方面 都不如美国 大一星 这就是考点 那是不是人类历史上 只有我们中国 现在强调这种 不平衡性 当然不是 如果是这样的话 它就不能成为 马克思哲学的基本原理 你去查一查 18世纪欧洲 当时经济最发达的 欧洲内部国家呢 英国 英国高于法国 法国高于德国 那哲学上呢 德国是第一把交易 然后高于法国 法国高于英国 你看 它就呈现出不平衡性 所以在历史上有 现实当中 也可以有这样的表现 这些都是特殊具体表现 不完全同步性 就是超前和落后 我在这 因为是第一个表现 我多讲一点 什么叫超前 超前就是预见 比如我们十三五规划 那就叫超前 什么叫落后 中国人一说 社会意识落后 于社会存在 最典型的表现 封建参与思想 你别告诉我 你头脑中没有封建思想 我真不信 封建思想 关门位 你说我不喜欢当官 我真不信 那是当不上 你看 他就是一个 温大 以及亚斯人 标准的 那个社会意识 落后于社会存在的一个表现 当我们说到不完全同步性也好 不平衡性也好 他叫相对独立性 相对就是有条件 你看我们做规划 我们都是五年规划 十三五 五年 有没有人想过 我们不做五年规划 我们做五百年的规划 我说你们预见一下五百年以后的中国 我估计你们就开始胡说八道 那个叫绝对独立性 我们也就能预见五年 十年 十年就叫中长期了 换句话说 五年的变化 我们可以在现有的 可以一定程度的超前 那叫相对独立性 另一点 是从社会意识和社会存在的角度 去进行它的相对独立性的分析 第二个角度 叫做社会意识内部 各种形式之间相互影响 以及各自具有的历史继承性 第二个是从第二个表现 是从社会意识本身进行分析的 它的本身是两个角度 一个叫各种形式 哪些形式呢 就是政治法律 道德 宗教艺术 哲学 各种形式相互影响 一种形式 叫历史继承性 比如说 我问一个什么叫历史继承性吧 你想一想 有没有同学想过说 中国有那么多作家 写的小说有的也很棒 莫言肯定不是最棒 但为什么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呢 因为莫言 他写的小说 写作手法叫做 成功地借鉴了魔幻现实主义的写作手法 你看借鉴 这就叫历史继承性 就是魔幻现实主义的写作手法 更受西方评委的青睐 曾经有一个小说 也是魔幻现实主义写作手法的代表作 也是获得过那本文学奖 就是百年孤独 所以他才可以说成为第一个 并不意味着说莫言写的小说有多好 或者多不好 他只是受保险评委 青睐 他就是一个我们说的历史继承性的一个 很典型的表述 就是在文学创作上有这样一种历史继承性 社会意识相对独立性的最突出的表现 就是最后一个 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 既然是最突出的 你就要给予关注 这个最突出的表现反作用 一说反作用 一定反作用的表现是两个 先进的社会意识 促进社会存在的发展 落后的社会意识阻碍 所以我们应该建设先进文化 这种反作用先进文化 在社会现实当中有什么指导意义 就是我们说的那个方法的意义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特别是先进文化的建设 在社会发展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它有什么重要作用啊 大家知道18大我们说的叫做发展文化软实力 我也说这个大家知道 文化在一个国家发展过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而文化的作用翻译成哲学术语 文化最核心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社会意识 所以我们才会讲文化在社会发展中什么作用呢 我讲八个字啊 你体会一下 哪八个字呢 精神武器四个字 综合国力四个字 把这八个字理解了 基本就可以了 精神武器就是说 先进文化是我们设解决社会存在 发展各种矛盾的精神武器 谁是物质武器呢 经济发展是物质武器 就是一个国家首先发展经济要解决衣食住行 但同时人和动物不同 人有文化有精神 那个叫精神武器 这是第一个作用 所以我们应该读书读好书 然后发挥文化的指导作用 引领作用 第二个综合国力 21世纪评价一个国家 不是单纯的以它的经济军事 作为评价 那个叫什么呢 也叫硬实力 有硬实力自然就有软实力 软实力就是文化 一个国家必须硬实力软实力 共同构成它的综合国力 才是真正这个国家的实力 世界上美国是硬实力软实力 都很强大的国家 当然2014年 如果单纯我们把硬实力 和软实力单独排名 2014年世界排名文化软实力 英国第一次超越了美国 所以我们有时候开玩笑 说美国没文化 指的就是这个 那我们说到一个综合国力 硬实力 美国的硬实力我不讲 什么军事啊等等 我讲它的软实力 美国的软实力 在2014年之前 也是世界第一的 它凭借什么成为美国的 成为世界第一的 它凭借三片 第一我们说的 芯片高科技 第二胶片好莱坞打片 第三薯片 大家说薯片吃的东西能算 没错啊 那我回过来问你了 我们中国2010年第一次超越日本 成为世界第二大什么 大家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共同体 我们是硬实力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一呢 还是什么 你得要搞清楚啊 那我告诉你 既不是综合国力 也不是硬实力 当然更不是软实力 我们是第一次经济总量超越日本 其实我说到经济总量 一出于13亿人 好像也不那么 也不那么令人欢心鼓舞 那我说到这意思就是说 我们中国按综合国力 在世界上肯定不是世界点 我们按硬实力 应该有很大的发展 那我们中国的软实力呢 很遗憾 如果单纯我们中国按软实力 在世界排名 那可远了去了 别说比不了美国 连韩国都比不了 你看一个韩剧 人家可以凭借韩剧 成为世界软实力 立国的一个国家 大家说 我不知道你看韩剧是什么感觉啊 韩剧都特长 一个电视剧好几百集啊 反正我一看韩剧的时候 我就一个感觉 哎呀 太同情韩国人民了 世界上什么灾难 都被他们赶上了 扯祸 失忆 癌症 好不容易 谈一场恋要成功的 一看亲兄妹 我乐 换句话说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 尽管我们有各种各样的评价 但并不妨碍 人家靠着韩剧 讲一个美好的故事 简单的故事 用美好的语言 形容一种美好的感情 然后走向世界 而相反我们中国 我们电影 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吗 电影也好 电视剧也好 其本 没有 所以我们才会讲 先进的话 在综合国力当中 我想我们中国 除了发展硬实力 必须要发展软实力 这样才能在世界上 占据很重要的一席之地 这个讲 社会存在 社会意识 变成关系 到这儿 我讲了一个历史 唯有主义 第一个 非常重要 凡是社会存在 决定社会意识 叫历史唯有主义 它的辩证 就是社会意识 对社会存在 具有相对独立性 谁决定谁呢 社会存在 决定社会意识 那社会存在中 最核心的是什么呢 是生产方式 那我现在问你 什么是生产方式 大家说 生产方式是生产力 生产关系的统一 于是我下一个 就要讲 生产方式 怎样去决定做 好 在我讲这个原理之前 做一个基础练习题 跟刚才我们讲的 因为既然它很重要 点几个题目 做下的第一个练习题 制约人的行为 和动机的根本条件 A 传统意识 大家知道 意识是不可能是 根本条件 阶级关系 C 生产方式 D 政治制度 正确答案 生产方式 我说的再明白一点 凡是在选项中 一出现生产方式 它会跟其决定作用 根本条件 最重要 表现在一起 所以只要有生产方式 单向选内 十之八九 它是正确答案 好 出现了一个 看一眼这个 先进的社会意识 之所以能对社会发展 起促进作用 是由于 这个考的是 社会意识的反作用 为什么先进的 社会意识 可以起促进作用呢 A 它正确反映了 社会发展规律 B 它是社会存在的反应 C 它具有相对独立性 4D 它具有历史继承性 正确 正确答案就是 A 为什么是A B 社会存在的反应 无论正确还是错误的意识 都反映社会存在 C 具有相对独立性 D 具有历史继承性 换句话说 B C D 的主语 都是社会意识 而提干 考的是 先进的社会意识 所以正确答案 只能是A 因为它正确反映了 社会发展规律 正确的规律指导 才能起促进作用 那错误的当然 就是起阻碍作用 好 出现了一个 需要稍微看一下的题目 大众心理影响经济走势 大众心理出现在 哪个概念当中呢 出现在 我们刚才说的那个 社会心理 大众心理影响经济走势 为什么影响 A 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 具有决定作用 如果你选了A 就意味着历史维新主义 B 社会心理可以左右 把这左右社会发展 它换成一个汉语熟知的词 叫决定作用 社会心理属于社会意识 不可能起决定作用 它跟A属于同一类相近的选项 C 只有正确的社会意识 才能影响社会发展 显然 正确的社会意识 那还有错误呢 也不对 就上四点 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 因为大众心理属于社会意识 影响叫反作用 既不是决定作用 也不是其他 其实这个题目完全可以给它展开 这个展开就展开在题目上 就是四个选项太简单了 我给一个提示 大众心理影响经济走势 什么意思呢 就是大众影响 大众心理 那个经济走势最典型的 就是影响CPI的高低 CPI就是大家知道消费指数 就是曾经也引用过一个 当然这种题目本身呢 选择体呢 难度都不大 它更需要的是对理论的把握 因为它在选择体当中 特别爱考社会存在 社会意识机器变得关系